他会变成很高的位置 当一个人拥有这个Mamata Buddha Mamata这种智慧 就是说你把咕噜视为你自己的家里人 这么亲了 这个人他的层面依据Mamata Buddha的提升 而他的发展了 就是说他这方面的智慧打开了 这个他视为一种 Buddha 智慧了 我认为这个是我的家 所以爸爸我们在看这个地方 很严重的地方 那么如果我们物质世界 我们把这个视为我的家的话 我们就很仔细地看每个角落 哪个地方我们就很仔细了 我的孩子那里有很强的Mamata 这种所属了 如果他有点病痛的话 你就特别担忧了 或者是我的手机 我的电脑 我的手机 我的手机 我的手机到哪里去了 那就很紧张了 因为这个我的Mamata 这种情感 现在人的情感的话 不在那么多 在丈夫妻子身上 只在那手机电话 把烦的车子伸上去 他们在美国上做了一个研究 在美国上的研究 你喜欢你的父母 还是电视 然后他们发现 那些年轻人 比较电视 比较父母的最喜欢电视 这就是Mamata Mam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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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说 Mam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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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一副人 一副狗 好像没有这只狗 就进不了Mamata Mamata 在德国 对狗的服务 是最高的服务 服务那个狗 他的妻子 她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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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高的服务 比较高的服务 可能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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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 也就是狗 狗 狗 如果你是相反的 那是神 那些人 那么英文里面 这个狗 就是 D-O-G 但是你反过来的话 G-O-D 的话是神 各位刚好是反面了 那是Ram Ram Mura 那么Ram 这个名字 Mara Mura Mura 是死死的 Mu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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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人 Mu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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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骂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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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骂� 然後起立了閉路後,失去默蘿ki的棧 dry出在祖cle cooking上面 把大vale給 rules 然後,哇塞 øuh 然後host that Radh Gandhi 喀,喀 喀喀,喀喀喀 喀喀,喀喀 外殒饭求约! fits! 人ja 徒弟,你在说的是ENTR 圣、クリシ ノ 然后看着,他一个羊群 他叫了一下羊群 伏群夺 mungkin,他在叛弟а�理披露 2人 她 предлож dic,有一次在拉斗拉尼的空角里面 有一只鹦鹉了 因为拉达拉尼为他十六子 所以他就学会了一些叫唱 这时候他吃完后 他就飞到南达村 飞到Krishnan的院子里面有一个树 在那里叫Krishnan 就模仿了拉达拉尼的声音在叫Krishnan Krishnan听到了后 他说谁在叫我拉达拉尼的声音了 他说是谁呢 看到这只鸣母了 Krishnan就叫了这只鸣母 他叫这只鸣母的话 鸣母自然会来了 因为它本身是吸引万物的 这时候他把它放在手上 拍到他的脑袋了 唱 桃达拉尼的名字 因为旁边有很多人了 不方便,Kuishan就反着唱Kuishan的名字叫Dara Dara Dara也是河流啊,流淌的时候发出这个声音 这时候因为旁边有人,他不好意思,直接叫他的名字 所以反着就叫Dara Dara,唱久了,变成Rata Dara Kuishan was hearing the beautiful voice of Adara Dara Namu, he was very happy 然后,Vishaka Lalita came and told Krishna, this parrot is our Saki, please give us 这时候Kuishan聆听鸚鸵的甜美唱颂Rata Dara的名字非常喜悦了 这时候Lalita Vishaka也过来了,他说你手上的鸚鸵是我们Saki的 我们的女友Rata Dara的了 Kuishan said,既然是你们的鸟 就说你们的这只小鸟,这鹦鹉了,那你可以叫他,他会把他带走 但是怎么可能呢,这只鹦鹉就不走了 因为呢,他正在Kuishan的手上了 他说我们的Saki非常想念这只鹦鹉了 Kuishan说,既然是这样子的话,你就叫他吧,他就跟你走吧 他们去Josuda Maya,所以Maya,他们不给我们Saki的鸟 但是呢,沐妮姑娘去到Saki的那边去,她说妈妈,Maya Kuishan没有把这只鸟的鸟的,这只鹦鹉的归还我们 Josuda immediately come and use a true nonsense voice, always paying animals, bird, everything, and keep Josuda immediately stand, sit, stand, come in and give them I'm Krishna helpless, he's looking Kuishan is what? Josuda说你整天不务正业了,整天玩那些虫,鸟啊,动物啊 说他就不务正业,就是说呢,整些无心,就是搞这些东西,这些王业 就把他这只鸟,就是鹦鹉呢,抢过来了 Kuishan很无助地看,这只鹦鹉被夺走了 因为在母亲面前的话,他没办法反抗 因为在母亲面前的话,他没办法反抗 这一件事,Rohini one time,Maya see that Krishna and Balaram not coming to take Prasad 有一次,Rohini看到Kuishan和Balaram没有过来,荣耀Prasad It is so late,so he told Rahini,Oh my dear,sister,you go and calling them Josuda saw Krishna and Balaram not coming to take Prasad Rohini,he told my dear,sister,Rohini,I bless Rahini My dear,sister,you can call 那么有一次呢,Josuda看到Kuishan Balaram没有过来,荣耀Prasad 已经很晚了,所以他就叫这个Rohini,他说 好姐妹,你去把这两个孩子换回来,然后吃饭 两个孩子呢,看到Rohini妈妈过来后呢,就躲起来了 Rohini呢,就是说叫孩子们过来过来,但是他们藏起来 这时候呢,Rohini回去告诉Yosuda,他说我没办法,你还是你亲自去叫 这个两个孩子,我没办法控制他们 他们到处跑,藏起来了 然后,这时候Yosuda就亲自出马了 然后,妈妈来说,妈妈是来的,她一起叉了 那么看到母亲过来,他们也藏起来,躲起来 所以,妈妈说,我说很可爱的,看着 那 estar愈那个,贵人来的,贵人来的,我现在现在到处备 来的,贵人来的 那么,Yosuda做了一个很惊恐的样子 他说,贵人来的,这个就好像鬼一样 她說我要走了 你們走不走 我要走了 她說了 果真就往回跑了 她說 媽媽說 媽媽回來了 這時候她們也很害怕地往後看 瞅眼 然後就跟母親 問母親 她說 媽媽在哪裡 媽媽在哪裡 那母親就把他們的手給抓住了 不知覺中就把他們的手抓住了 媽媽說 媽媽我們想要走 我說 媽媽我們想要走 我說 媽媽我不會走 我去 如果想要走 你們可以走 她們也會照顧著媽媽 那母親就指在一個地方 車站在那裡 但是她們說 如果你們想去的話 你們去 我要回去了 這時候她們很害怕 也就跟著回去了 她們很害怕地跟著回去了 她們也看著媽媽的手 她們說 媽媽 我想祈禱 她們想想問她們 媽媽非常壞 爸爸 爸爸很壞 爸爸 媽媽很壞 她們跟著回去了 覺得她們對嗎 她們吃到媽媽的誔ài 對 我想說 媽媽的誔ài 他們相信 他們也對我 也會追 Buddy 然後 她們看著回去了 她們想跟著回去了 她們想去祝福 他們也就做罷了,就回去了 哦,那麼以前的朝拜人去過這個地方 現在好像少一點 他們在南大佛的這個聚會廳 附近有個地方 他們以前可能朝拜有去的 就有幾個石頭吧 可能四、五塊石頭擺在那裡 他們說這是哈威拉 在那裡,當我們進去南大坑 人們以前去過 這是吳陀佛的 南大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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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地方 媽媽在早上 用來洗澡 母親在早上在裡面 沐浴的地方 都在這個附近 南大佛的 南大佛的 那些人都沒有用來 因為有很多天 我們在裡面 沐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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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石頭 是在那裡 沐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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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二教会的教会在教会上, 看需求创选择事件的学习 這樣的教會, 我先去教教教, 你要教教学, 教練、 merd plupart, 這些都會創辦, 那 mai让教會再向教教教餐 peers, 再教教教教教學, ructure給 disappointment、 所以,第一世节讲到了一些灵修了,就说对古鲁,圣地等等要做这种专业的服务。 然后我们才进入第二世节的内容,那么就发展了几个对象,是古鲁, 马帕布, 达达krishna, 这种更深入的这种爱。 这里面讲到,如果你从事巴掌,最好是留居在巴掌。 如果不能够亲身居住在巴掌的话,那么就在心意里面。 你会记得, 毕达达文, 达达文, 奈佛地, 世巴昂文, 周, 记得, 所有的东西, 都在书法掌。 然后,怎么能够进入居住, 毕达文在第三居里面。 如果有任何人想要住在毕达文, 怎么会在书法掌? 那么第三世节就讲到了怎么进入布拉加这个地方。 怎么进入布拉加。 我会在书法掌, 没有问题的啊。 我会在书法掌, 没有问题的啊。 有没有问题的啊。 有没有问题的啊。 那么主要的这个第二世节呢, 就是跟Gurude 呢, 要发展这个Mamatta, 佛地。 哦, 这种很亲密的啊。 这种关系。 在我们物质世界里面, 我们认为呢, 我们的祝福者是我们的妻子啊, 父母啊, 或者是钱财啊。 那么在我们物质世界里面, 我们认为呢, 我们的祝福者是我们的妻子啊。 哦, 父母啊, 或者是钱财啊。 但这些东西呢, 在你死亡的时候呢, 这份关系就啊, 就算是祝福者, 这份关系也会中断了。 但是呢, Guru 呢, 是我们永恒的祝福者。 因为呢, 我们的肉区啊, 这个肉身呢, 会改变。 因为呢, 我们的肉区啊, 这个肉身呢, 会改变。 因为呢, 我们的肉区啊, 这个肉身呢, 会改变。 因为时间的流逝会改变。 因为时间的流逝会改变。 我们永远不会死亡了。 因为呢, 家庭的关系呢, 全部是基建于呢, 身体的关系了。 因为呢, 家庭的关系呢, 全部是基建于呢, 身体的关系了。 那么, 灵魂的关系呢, 只与 Guru 和 Bhagavan去建立了。 哦, 那么, 灵魂的关系呢, 只与 Guru 和 Bhagavan去建立了。 那么呢, 这份关系呢, 永远不会消失的。 哦, 直到我完美之前。 哦, 直到我完美之前。 那么, 他都会帮助我哦, 直到我完美之前, 他都会帮助我。 那么, 他都会帮助我哦, 直到我完美之前, 他都会帮助我。 因此, 从这个角度来说, 他是我永恒的一位祝福者。 Guyde said once to the Roses in Malaysia, he said even if you go to hell, I will come and take you from hell. 哦, 那么, 那么, 有一次哦, 在马来西亚 Guru Day 跟奉献者说, 就算你下地狱, 我都会到那里去哦, 就把你揪出来。 任何家里人 有没有可以有这里保证呢? 任何家里人 有没有可以有这里保证呢? 我的妻子, 自身难保。 你的父亲从前世, 都会问你怎么做呢? 这个是一件事, 我都忘记了, 后来, 我都忘记了, 我都忘记了谁是我的人。 那么我们也记不得我们前世的哦, 就是这些人啦, 这些妻子, 丈夫或父母的。 哦, 他忘记了, 我有一个妈妈, 我有一个儿子, 我的妈妈, 姐姐, 我的女儿, 父母的名字。 就算是母妈。 他们都忘记了, 我都忘记了, 我都忘记了。 我的母亲, 如果她死了后, 她还会记得她有一位小女儿, 叫乌妈妈。 她还会记得她有一位小女儿叫乌妈妈。 根据她们的夜报已经在转世了。 我的一个儿子 姊女儿, 父母的名字很喜欢我。 我一个小弟弟非常喜爱我,非常疼爱他,但是他已经去世了,他会不会再挂机呢? 所以屋子世界的话,他当然,他算是我一个祝福者,总是帮助,但是不是永恒的祝福者,这是这些家里人,有的对你会很善待你的,对你很好的一些人。 他们没有用用,但是他们也非常兴奋,我们的古鲁伯格,一直在做承识和尊重,然后给他们的钱。 那么他虽然没有启迪,但是对古鲁伯格,这些导师们,这个就是非常多的帮助了,有时候不识或是很恭敬。 他们有很多年纪录,他们有很多年纪录,现在他们的孩子还没有尊重,甚至没有说话。 然后母亲是最最高的仆人。 那么母亲的话呢,可以说是孩子最高的仆人。 是,是免费的仆人,但是呢,孩子养大了后呢,可能跟这个母亲最后呢,都搞得话都说不了,说过了两句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祝福者,可能就会得到这样的一个对待。 你能看到,当我们给予你一个小小的决定,就像一个小小的决定。 哦,爸爸,古鲁伯格也成为了。 那是呢,我们给一点点东西给古鲁伯格的话,他都非常感恩了。 而我们很多时候,这种布施的话呢,也是因为我们的,对我们有好处了,不是说给古鲁伯格的银行账户增加存款。 但是呢,他看到你能够去给予的话呢,他很高兴。 他说,你能够给予这么多。 他们能够去给予的话呢,这就是,我们的古鲁伯格也会出现。 当我们的古鲁伯格也会成为了。 但是在日本的世界,我们的古鲁伯格也会得到我们的生活中。 那么就是,古鲁伯格,非常感恩我们所做的一切。 就是说他们对这些非常的喜悦 但是如果你为世界的其他人做事的话呢 他们很难得有这种感恩自行 就是不在乎了 他们的欲望只是为了去索取 所以你给多少的话 他们不在意的 因为他们只装助于他们的索取 我得到多少 所以很多子女的话 都等着父母什么时候死 这个遗产呢 我什么时候得 是让我数着日子的 看得表的 我会说一件事 我会说一件事 因为他们不在乎 他们不在乎 所以我会说 有一次有个姑鲁跟门徒在一起了 那么这个门徒呢 非常的就是说呢 真的是这样想的 她姑鲁是她的祝福者 永恒祝福 那么他们住在海边了 那么这个门徒是一个居士 但是呢 他非常爱他的姑鲁 很依恋他的姑鲁 那么早上的时候呢 门徒跟这个 就是说姑鲁的话呢 通常在那海边上步了 那么这时候呢 有个这个门徒问他的姑鲁 他说您现在年纪大了 他说呢 我就是说 你有一天要离开这个世界 我怎么去 就是说承受这种分离啊 那么姑鲁说 我不会离开你的 你怎么这样觉得呢 我会离开你 那么这时候呢 他们徒问 他说现在我还能 真真切切地看到你了 那个时候的话呢 我怎么知道呢 你跟我在一起的 就是说你离开这个人世了 哦 他们就走进去,然后一路就走进去, 就会有两个不同的步骤。 有时候,这个孤独演技之后, 这个门徒就说心里有事的时候, 他就想起在海边去散步了。 他就看到他的脚印旁边, 有孤独的脚印了。 他就很高兴,想起, 孤独没有离开我了。 后来,他因为他是居士, 他可能有一些生意,或者是工作, 后来他把钱财都散尽了。 所有的家人,朋友,所谓的祝福者, 都离开他了,没有钱,没有朋友。 没有钱就没有朋友了。 没有钱就没有朋友了。 有钱的时候,你的朋友都会问你, 你现在过得怎么样啊? 当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他们会说,你是谁啊? 当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他们会说,你是谁啊? 以前问你,就是寒暄问暖的, 就说,你怎么样,你还好吗? 所以,这时候,他觉得, 每个人都离开他了。 所以,他有时候感到很孤单了, 就自己一个人去到那海边了。 他说,我看到, 不,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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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他后来观察了, 他说,姑鲁的脚印也不见了。 哦,哦,哦, 大家都让我和我的残忌, 在我的残忌, 还让我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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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很多人都離開我了 難道我的姑爐也離開了我 他說我倒霉運的時候 我的姑爐也離開了我 所以他就很傷心在那裡哭了 他說每個人都離開我 我覺得沒問題 但是我的姑爐也離開我了 當他很悲哭 在晚上想 他想著了 晚上就說做了一個夢 但是姑爐就說了 我親愛的孩子 他說你為什麼這麼傷心 我從來沒有離開過你 那麼他就夢中就問姑爐 他說為什麼你的腳印不見了 他就說你沒仔細看這個腳印是我的不是你的 現在我是在背著你的 你的腳印沒在那裡是我的腳印了 所以我就說 在最困難的時候 姑爐還在那裡幫助你的 你看到這一點 你才會知道 只有感恩之心 在任何情況下 他不會離開 我們是我們離開姑爐 不是姑爐離開我們 不舒服 不舒服 我也是 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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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要走 很悲哀 可以快點 有點擁抱 不舒服 我沒想到 不舒服 我們現在我要